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吹日晒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如此巧合 你永远无法预知 它将会塞给你一些什么 一次偶然的机会 关永和被朋友带到某部剧的拍摄现场 当了一次龙套 竟意外喜欢上了表演 1987年 关永和愁出满志地报考议员培训班 没想到还没开始表演 就被考官无情地刷了下来 主考官认为关永和实在是太随意了 穿着土气 头上别个发夹 穿一件T恤就来面试了 没辙 关永和只好另辟蹊径 拍摄一些不入流的录像带 走曲线救国的路子 虽然不是标准的美人 但举手投足之间 自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自信和魅力 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8年 在拍摄录像带期间 有一位老板力见关永和 将他推荐给了亚洲电视出演《突英特警队》 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同一年干了几年巡警的张家辉 眼看着在警队完全没有出头之日 也在朋友的介绍下 进入了李修贤的公司当起了幕后 和电影打交道的时间多了 也萌生了做演员的想法 当初提携周星驰的李修贤 十分注意培养新人 1989年 也给了张家辉一个机会 让他在电影《壮志雄心理》 本色出演一名警察 连名字都没改 用的是张家辉的本名 可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家辉一不是表演专业出身 二没有显赫的背景 进入演艺圈之后 大多数时间都在跑龙套 还是专门在影片中挨打的那一类角色 好在在警校长期的训练 十分扛揍 拳拳到肉 但即便是铁打的 经常挨揍 也有意外的时候 为了表演效果 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躲到无人的角落里默默流泪 但越努力越幸运 张家辉缺少的不过是一个机会 管永和的机会 比张家辉来得更早一些 从跑龙套到女二号 平民出镜 陆续出演了《妙探出租》 《剑神》 触电情缘 暴雨燃烧之后 已经在演艺圈开始展露头角 1991年 和亚是五年合约期满之后 跳槽到永高电影公司 开始进军大荧幕 那时候正值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 美人辈出 长相相对一般的 关永和只能默默等待机会 可时不我待 始终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1992年再度回到亚市 出演《龙在江湖》 终于与 还在跑龙套的张家辉 在剧组不期而遇 电影杀青的那天 大家一起聚会 无缘上错了菜 关永和端着菜四处询问 最后来到了张家辉所在的那一桌 这让张家辉有些目瞪口呆 这么大牌的明星 戏外原来是这么亲和的一个人 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 在剧组拍戏时 有一次眼见着张家辉 被揍的蹲下身去 在角落里郁郁不乐 关永和还亲自走了过来 细心安慰他 这哥们儿打心底涌出一股暖流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开始约关永和吃饭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 关永和居然答应了 十个多年之后 张家辉也不明白 关永和这么漂亮 又是当红时期 为什么会看上自己这个死跑龙套的 关永和当然有自己的想法 给出的答案是 我看中你的人品啊 但爱了就是爱了 哪里有那么多的理由呢 恋爱之后 关永和就和张家辉 住进了租住的 不足40平米的出租房里 相恋之后 自然而然会见家长 去到关永和家的时候 张家辉又一次目瞪口呆 关永和家的房子 400多平米 连卫生间都比自己租的房子大 外界也想不通 关永和为何选择了张家辉 这个穷小子 门不当户不对 就算是郭矮明 配的也是当红小生 刘青云 香港媒体更是尖酸刻薄 吐槽关永和 这是被猪油蒙了心 可关永和还是不管不顾 毅然决然地和张家辉走到了一起 可张家辉实在是不太幸运 从亚式跳槽到无限之后 一直没戏可演 媒体又常常报道他吃软饭 换做那一位有自尊心的人 都很难真正释怀 1995年 张家辉找关永和分手 关永和不答应 又勉励他 你现在不行 不代表以后你也不行啊 即便如此 张家辉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和关永和不辞而别 远赴南非 选择了逃避 逃避现实期间 张家辉的姐姐身患癌症 关永和并未因此和张家辉分手 反而担起了照顾姐姐的责任 这让张家辉感动不已 感觉自己太自私的张家辉 终于从南非回来 决定振作起来 自然而然 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 经历过人生惨淡时刻的张家辉 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表演机会 演技不断提升 1998年 终于受到认可 凭借出演王金导演的赌侠1999 提名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配角 到2000年 和关永和搭档出演 金庄四大才子 首次以情侣的角色出现在荧幕上 虽然不是主角 却也刷了不少观众员 与此同时 关永和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时刻 和欧阳振华出演 最打金枝 又陆续出演 苗翠花 河东诗吼 躲枪诗姐 之后拿到TVB试后 拿奖拿到手软 火得一塌糊涂 俨然已经成为了TVB一姐 2003年和张家辉结束 长达十年的爱情长跑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张家辉和关永和十分恩爱 在关永和在外拍戏时 总要等到关永和回到家 才会放心 不久之后 关永和在医院检查 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保胎 暂时放下了工作 可才几个月 再去医院 医生却说 孩子已经没了 似乎受到上天的捉弄 此后关永和再度怀孕 又再度失去孩子 让张家辉和关永和都伤心不已 为了生一个健康快乐的宝宝 关永和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安心在家备孕 2006年终于顺利 剩下一个女儿 凑成了幸福的一家三口 有了妻子这个鞋内住 张家辉的事业 也开始有了起色 2008年 和谢霆锋搭档出演电影《证人》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凭借该片张家辉荣获 第53届亚太影展 最佳男主角 第28届香港电影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以及第46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七料影帝加深 资源也越来越好 2013年出演 陈慕胜导演的扫读 更是成为了 无数观众心目中的 经典中的经典 尤其是那一句 五年了 你知道这五年 我怎么过的 更是成为 网友难忘的经典台词 成名之后 张家辉也不忘自己的老婆 屡屡说起 脸上洋溢的 都是幸福的模样 身边的人 谈起张家辉 也会调侃上一句 这哥们儿 最怕老婆了 可每次提到老婆 张家辉的眼中都是自豪的神情 被问到退休后的愿望 张家辉也总是说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和关永和安安乐乐过日子 二人看起来似乎非常幸福 张家辉也成为了模范好男人 但最近 有网友扒出 张家辉早年间的访谈节目 手谈出轨内容 让人瞠目结舌 在节目中 有主持人问他 婚后有没有想过出轨 张家辉非常直白地说 无时无刻 但怕失去老婆 毁掉家庭 自己最害怕的是 毁掉事业 不太划算 看到这段话 网友评论两极分化 有人为关永和抱不平 当年下架给穷小子 如今这男人 连场面话都懒得说 感到满满的不尊重 对他太失望了 还有人扒出 张家辉和鲁豫早年的节目对话 被鲁豫问道 老婆重要 女儿重要 张家辉不带犹豫 直接说女儿重要 也许他可能说的是实话 但听起来让部分网友觉得非常不舒服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理解 认为耿直地说出自己欲望 也许还好一些 总比那些真出轨的强 正如有人所说 婚姻生活 两个人几十年鸡毛蒜皮 有谁能做到完全不走神呢 事实上张家辉这种 在我这里已经是绝世好男人了 看到这 我们不免 觉得挺唏嘘的 不管婚前多么恩爱 婚后真相 却异常真实残酷 婚姻大多都是这样残酷的 任何人都不必对完美伴侣 或婚姻抱有太高的幻想 不完美的婚姻 才是真实的人生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ечение